西灣納入郊野公園 你今天答案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他說把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 以他的行動來說 當然我們是反對 不過我們都是 你叫做可以說 你有你做的事 我有我做的事 沒有衝突性 那你要做的事是 我做的事當然我是反對 西灣納入郊野公園 但其實納入郊野公園 仍然都是可以做他們照做的事 營業法又或者是 建丁屋 甚至可能你剛才聽林先生 都有講過可能建民宿 會不會都可以接受到 你說可以 建丁屋可以 建別的事 暫時我會保留 因為郊野公園的條例 是不能建屋的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郊野公園怎麼能住得人的 根本來說 你政府不講一套做一套 現在你去郊野公園 差不多是滅村 還有累到很多村民 是無家可歸的 包括我在 都是無家可歸的 怎麼能夠說 你將郊野公園 政府官員所說的事 其實就是我不要說他欺騙 未必一定是做得到的 你都知道香港政府 做一套說一套 是不是 但政府說話說你不改變 不改變用途就OK了 問題 他不是改變用途 完全問題 改變用途你 村民是要住地方 住屋的 他口頭說應該 我很多東西 我覺得應該 問題就是 你執行的時候 又執行得不到呢 不執行得到的 他當然要依照你 漁護處的法例去做 他要執法 有否和政府相討的空間 就是要有什麼 妥協呢 就是怎樣才能夠妥協 妥協呢 我曾經說過 西灣這麼漂亮 政府你可以收回 你可以用錢 賠償村民 或者你用換地方式 像現在這裏 17公頂 你又找17公頂的 比較交通方便的地 換給西灣人 西灣人可以接受 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 不可以妥協的 可以妥協的 問題就是 你政府做不做 你說不是 你一個不包括的土地 就好像無條件 就把西灣的所有土地 立了入郊野公園 我綁了你 進去監倉裏面 就是跟你說別的事 那時候是不是已經很遲了 所以呢 鄉議局 包括我在內 都是做了一些商 相關的事 是反對政府 立法交易公園 星期三之前 會不會有什麼行動 星期三 星期一 我們在政府總部抗議 明天下午兩點鐘開始 會深夜留守 深夜留守 留守 至到星期三的立法會開會 鄉議局那一堆人進去 我們就匯合鄉議局那幫人 一起抗爭 你們會不會說 如果通過不夠的話 你們會有什麼 會繼續 我們都會繼續 繼續 司法覆核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做 我們都會繼續去抗爭 即會考慮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已經差不多落實 差不多落實 是的 什麼時候會申請 申請了 法援已經批了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要在這兩個星期之內 會呈上去法庭 因為雙方那個陳詞已經在 已經預備上法庭 即已經差不多接納我們了 沒有問題 今天上 即今天這個行動之前 有沒有考慮過 有什麼回應 例如封村 都會這樣做 有沒有想過這些 封村會想過 即是 我曾經有人建議 遊客那星期一開始 封村三天 但是呢 封村 是一個意識的 問題是 執不執行 就可能 都不會做到執行 即是 其實遊客 對我們來講 都不會有什麼 很大的傷害 封村的意義 就不是很大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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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